绝命毒师之所以会超越全游和粤语 成为美剧中的天花板 就是因为它的第五季不仅没有烂尾 反而超出了无数网友的期待 有人是这么评论这部剧的 此剧不看终身遗憾 就连全美最严格的时光网都给出 最难以被替代的电视剧称号 炸鸡书死后 怀特和小粉销毁了习一场 等到警方赶到时 这里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再也找不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可细心的汉客却发现了墙上的摄像头 有摄像头就意味着有记录 只要找到记录一切就真相大白 与此同时 远在墨西哥养伤的麦克 得知了炸鸡书的死去 立马回到美国打算找怀特算账 幸亏小粉和麦克有点交情才拦住了他 而此时还不是内斗的时候 现在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 那就是炸鸡书在实验室里安装的摄像 里面不仅有他们制堂的全过程 还有麦克每回取堂的记录 一旦警方找到监控记录 那么三人谁都跑不掉 于是几人初步达成合作 但他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警方已经抢先一步取走了监控电脑 回到家里 麦克凭借多年的关系得知 监控电脑被警方存放在证务室里 那里看守极为严密 24小时都有重兵把守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家赶紧跑路 怀特说自己可以再制造一个炸弹 麦克告诉怀特证务室的墙面足够两公分 凭借他那小鞭炮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就在两人争论不休之际 地旁的小粉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没想到纯奔的小粉还有开窍的时候 几人说干就干 他们找到废车修理厂老板 怀特用21组电池做了一个超级大磁体 随着电流功率的不断加大 远在40码之外的电脑直接死机 紧接着 电脑被强大的电磁力直接吸入 为了确保不出意外 怀特让老板将电池再增加了一倍 晚上三人就开始行动 麦克先是来到政务室外破坏掉监控 然后怀特和小粉将车子开到政务室外墙 随着功率的不断加大 警局里的电脑直接被干死机 而怀特为了确保电脑被摧毁 他直接把功率调到了最大 等警方反应过来时已经为时已晚 怀特和小粉早已不知所通 虽然这次他们成功摧毁了电脑 但也阴差阳错地让警方发现了 炸鸡书在境外的账户信息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三人组日后的自相残杀 炸鸡书在境外的账户信息 炸鸡书在境外的账户信息